尼尼尼城仍有少少剩的, 但伊斯斯都没有了, 尼尼尼城仍有复原土, 很多浮雕都很漂亮。 最出名的浮雕是Lion Hunt, 是那些阿斯利安的王很喜欢杀狮子, 可以慢慢看, 每一个挑割都是很精细的, 狮子怎样死,怎样痛苦, 放狗去咬牠, 垂死争扎就来死, 最后死了抬走。 除了杀狮子之外, 他还记录了一个花圆, 这个花圆如果有分颜色就是这样的, 花圆令人联想到什么呢? Hanging Garden, Hanging Garden有很多人都觉得是在巴比伦, 但他们说可能是在尼尼尼, 未必是巴比伦,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 刚才那个公仔画得很清楚, 是一个台状的Hanging, 第二, 就是有一条浑水的Aquaduct, 现在还在, 这条浑水的Aquaduct是60里那样长的, 就是浑水进去。 第三, 那些石板记载呢, 他们是有用一样东西叫Archemenia School, 即是右边上的那个图, 是可以将水油底混上顶, 即是好像一个螺丝那样转上去, 是有的。 另外还有些泥板说它功成掠地, 很精彩的, 见到它, 有些是跌下来之类, 其余还有这些公仔, 又是生命树。 到阿斯利亚玩完, 就是新巴比伦, 新巴比伦主有两个皇帝, 一个是勒普拉萨, 一个是勒普赦利萨, 尼普加利萨, 他们claim的是Hanging Garden, 由巴比伦开始, 巴比伦城一路扩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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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都是很短暂的, 几十年而已, 就说是被Cyrus de Grey灭了它, Cyrus de Grey又在巴比伦, 巴比伦前后新巴比伦都72年, 但有七个皇帝, 其中有一些很短, 这些是他的Cylinder, 他的世界观, 他在中间, 是国家也是的, 又靠这些template, 看看巴比伦城, 巴比伦城应该有20万人住, 这是艺术家讲的发展图, 里面有什么看呢? 现在还有东西看的, 好在, 有什么看的图, 又可以回家慢慢看, 如果要走, 官式走势就是这样走, 巴比伦城跟其余的Mesopotamia的地区一样, 最重要是有神庙, 有个神庙叫Ettimanaki, 就说是, 就是等于是Tau of Babylon, 又是刚才讲的故事, 就是个个都Claim在它那里, 由Itatsu到Arcade到现在这里都是, 真正有一体的呢, 就是这个Eastagate, 都巴比伦城有8个门, 其中一个是最靓的那个, 是叫做原本的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为何那么重要呢? 因为逢真大哲令, 或者打赢仗都在那里操兵, 在纪念它的主神叫阿玛德, 这个是阿玛德, 开始没挖的时候, 只有一点净, 就出来, 开始挖了多些, 挖了多些, 挖到现在这样, 很多是瓷砖, 是有三只神兽的, 有龙,有丝,有牛, 真野去了哪? 真野, 离世宝, 特国佬, 特国佬, 整个拆开, 拆开多少件, 不知多少, 不知多少, N那么多件运进去, 整个搬进去, 连那条Parade那条路, 那些都拆了, 就是整个馆都是看这件事, 哇, 几个美, 这个是个Fone Room, 都拆了, 那被人拆了, 那他们就起个AA货, 但是他又不叫大陆跟他做, 做到鬼马, 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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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那这个像什么呢? 西方人很喜欢打猎的, 去非洲打一只狮子, 跟着剥了皮, 皮毛拿回家挂, 剩下来的尸鞋就砍在那裏, 那这个就是个尸鞋来的, 这就是个尸鞋来的, 就是惨不忍倒的, 其实很可憐, 那就是这样的, 剥了皮的勒手刀, 现在和过去, 这样就弹掉一下, 那这样吧, 那现在更惨, 现在的水壁在下跌, 很准备, 那叫做什么, Sardin Paulsen又要表彰自己, 就要翻修, 但他用一个愚蠢的翻修方法, 因为大部份城墙其实是躬在地下的, 他又不去挖, 因为很多钱的, 他又将那些砖, 有旧的有新的, 在上高起, 起回一样, 那这个是好错好错的事, 例如它烂了, 不挖出来, 好过你这样起, 即是箭嘴那部份, 在下面那些是真的, 上高那些是假的, 这些才是真的, 泥砖, 这些是真的, 有时的皇帝每建一架砖, 即是签名, Sardin Paulsen又弄, 弄他的名, 鬼灵精怪, 里面有些宫堂, 这就是皇宫, 皇宫有两个, 一个南边一个北的, 南边那个叫做relatively intact, 但又是执过, 它有一个很大的maze, 才能入到皇宫, 即是才能入到皇宫, 里面都有个博物馆仔, 这个就是城里面, 一个front room, 相传Alexander the Great在这里死的, 这些砖有些没了, 北王宫就拦泥一堆, 这个就是有些狮子, 他打蜴蹄的时候抢回来的, 附近Sardin Paulsen建了一个别墅, 图就是这样, 那里有个地方, 有个地基的, 他怀疑那些人就说hanging carton, 究竟是否不知道, 即是no physical evidence, 巴比伦和Jules都有关系, 刚才说的, 很多Jules被人捉了去巴比伦, 包括两个人, 一个Daniel, 一个Ezekiel, Daniel就是说, 去到之后, 为皇帝解梦, 解得很好的升官, 但因为他不肯听皇帝要他, 不准敬拜自己的神, 就投资到狮子那里, 狮子的穴里, 但是有神保护他不死得, 他都prophetsize, 说这个尼布格尼萨, 是会有生病的, 有精神病的, 你canthropy等于狼人, 即是晚上会变狼人的, 后来才康復, 这个也有一个典故,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也都说巴比伦会灭绝, 就是其中一个故事, Daniel里面说, 有一个特首那样的东西, 宴客的时候, 忽然间有只手在墙上写字, 即是说巴比伦是几时几时几时会灭绑, 为何要说Daniel呢, Daniel是葬在附近, 即是可以去参观的, 以西结也是一个prophets, 这个prophets很有趣的, 两边都拜, 不是拜, 两边都尊重, 连回教徒都尊重不同的名字, 他的冒也都在, 可以进去看, 这个阿斯利人玩完之后呢, 为何会玩完呢, 就是波斯人去, 波斯人呢, 就是阿克兰兽, 不是, 阿克兰兽皇帝, 主要的皇帝就是Cyrus, Cyrus, 之后就是Dairus, Dairus, 两个皇一路不停冲过来, 灭了Lidia, 灭了巴比伦, 灭了Media, 跟着呢, 是他的儿子就灭了医情, 就变了Persion Empire, 波斯大国, 又根据他那些波斯斯林打, 有一段时间呢, 后来波斯自己都不行, 因为波斯经常跟希联打, 输了很多次, 阿历山大结果就反攻了, 就变了一个留下来的, 这个阿历山大的征战徒, 他死了之后呢, 就有一个叫做Cyrus Empire, 就是他的下属管理的, 包括这个是伊拉克在内,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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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说, 阿历山大在巴比伦死的, 这个就是刚才说, 他会在这个台上高死的, 那, 阿历山大死了之后呢, 就四分五裂的, 即是那些将领呢, 你打我, 我打你嘛, 那不来的, 那是波斯人又回来的, 那第一个回来呢, 就是Pavian, 就是安息帝国, 安息帝国就是, 和中国很多关系, 那称为伊朗有机会说, 那但是他的主力呢, 就是和罗马帝国去打, 整天都打, 那就是, 那就是, 你看那些, 那些, 那些文物都很不同了, 阿历山大是三十三岁死的, 是啊, 那有些人说他是病死, 有些人说他比人谋, 说很不容易死, 那另外一个, 波斯的王族呢, 叫做, 阿历山大一呢, 又取代了, 又变了叫Sassanit, 那Sassanit呢, 亦都是常常想着和罗马打仗, 就是不耐挨的这些, 那为什么要说这两个王呢, 就因为他们在一个, Iraq的城市, 叫做Tatsifon, Tatsifon, 做过首都, 开头是一个夏公, 不是东公, 东公, 即是夏天去, 那就是另外一个, 就将那个, capital搬了去, 现在可以去的, 这就是, 那时候的Panis的样子, 很漂亮的, 但后来, 阿拉伯人, 那些阿拉伯人, 就是那些阿拉伯人, 就毁灭了它, 下面就是现在的样子, 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顶, 是没有柱的, 亦都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 最大的, 公营顶, 现在可以去, 其实很多人看的, 不过它没有钱, 它搞得不好, 骚髒了, 看一阵味的, 即是你不是很想, 长期逗留, 这个看啦, 那跟着下来呢, 又玩完了, 是啦, Persian玩完之后, 就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得死了之后, 跟着阿拉伯就自己做了一个帝国, 分开不同的皇朝, 他们叫做卡拉菲克哈里法, 到了阿巴斯卡拉菲克的时候, 就是最底的那个, 就将这个拜特做了首都, 这个是那时的文物, 阿拉伯的银器很漂亮, 这些门都很漂亮, 在拜特他们搞了什么呢, 就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呢, 建了一个城市叫Rung City, 第二个叫House of Wisdom, Rung City呢, 就是一个City Planning的首都来的, 那时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House of Wisdom, 其实也是一个Library来的, 跟着这个Library就有书的了, 不是石板来的, 很厉害的, 就是什么书都有的, 还有, 他讲那个, 就是什么人可以去用, 什么人都可以的, 即是, 不管是不是阿拉伯人都可以用, 他们主要就是, 医学方面发展得很快, 那里是有世界第一个Pharmacy, 有世界第一家医院, 他在医院都叫巴马里士顿, 都在Bekhdad, 但是呢, 阿拉伯人尾也是四分五裂的, 即是他的重心呢, 已经不是一定是Bekhdad了, 即是最远去到西班牙, 跟着是摩洛哥, 到处都有, 埃及, 所以都不是玩得很久, 但是, in any case, 那个回教的宗教, 就是已经落了根了, 就是, 无可默德死了之后, 有些人说后代应该是有, 后人应该是无可默德的籍系亲属, 有些是能者多劳, 即是应该做有能力的人做, 开头就是有能力的人叫Karlith, 一个两个三个, 到第四个时候呢, 就希望是无可默德的后代去做, 对方不肯,不肯就分裂,分裂成两个交派, 一个叫信尼,一个叫什叶。 什叶的根基就在伊拉克, 由开始到现在是有12个领袖,12个叫伊曼, 而12个之中有11个是被信尼派打死的, 要是明杀要是暗杀,所以这个历史的恩怨是说不清的, 没有办法解释的。 那些被杀死的伊曼变成了一个圣人, 于是在伊拉克建了很多神庙, 这个是纪念第一个被杀的, 这个神庙就是在纳杰这个地方,很漂亮的。 这个是他的家, 他是在家被人暗杀的,可以去看的。 这个神庙的样子很宏伟的,可以进去。 接下来另外一个又被杀, 就叫做哈山伊宾阿里第三个, 他这次明杀, 就是迅尼派军队和十叶大战, 但是悬殊很紧要, 十叶派只有200人, 迅尼派4000就死定了, 这时死定了, 所以有纪念, 跟他死, 跟他一起打仗的还有一个, 是他的半兄弟, 叫阿阿巴斯伊班阿里, 这个呢, 那是加拿大战民主义, 但被杀得很惨, 斩手斩脚划眼斩头, 又变成了圣人了, 又要起这个摩斯纪念他。 这个战役变成了一个节日叫Azura Festival, 非常之重要的,所有十业派连年都是去纪念, 十业派最近也纪念另一个人,认不认得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将军来的,就叫做Kassim Soleimani, 伊朗的将军在伊拉克被美国用的无人机炸掉, 因为在伊拉克那里死了,现在又生了, 这个就是纪念阿里阿伯斯的圣词,可以进去的, 朝圣什么人都有,不走得的都有,死了都要抬去的, 所以那个庙里面那些棺材抬窗抬入,都不要说不得人害怕, 这个是拜神的那些典里面的装饰, 又建棺材了,这个就是Mussalim, 这些这样的聚集其实对那个virus很麻烦, 非常之光做的棺材了, 是呀,那里面是很漂亮的,有些武器, 有很多这些这样的纪念, 看看它的装饰了, 这些装饰其实有个名叫Arabisk, 就是阿拉伯的花草植物的装饰文, 即Arabisk,Decor, 全部都是的,很出名,很漂亮, 不可以慢慢看, 接下来就是934,就是内部内乱, 另外有一个叫Pershian Bawahits, 这些不要说那些丑细了, 因为不是很多时间, 再接下来1055,就是土耳其佬来了, 就是社族民族, 再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阿拉伯, 那个阿拉伯就是沙拉丁, 大家也知道的, 接下来就是蒙古了, 蒙古就是成加斯汗一路砌了之后, 就交了给他的孙子, 玉利银, 玉利银直整一个王国, 叫Ikhammaty, 即伊以汉国, 怎样呢? 残忍到鼻了, 又是, 屠城, 巴格德的屠城, 保守估计死二十万, 如果不是一百万, 接下来都不够惨, 他的铁木遗憾, 接下来, 他的同族, 但没有亲戚, 又杀多次, 死了很多人, 接下来土耳其又回来, 这段时间很乱, 好像佔国那样, 之前是蒙古帝国, 之前是蒙古帝国, 接下来, 到1508年, 波斯斯人又回回头了, 接下来就是奥特曼, 即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一路扩张, 将伊拉克分为三份, 就是蒙古帝国和巴斯华, 分而自知, 又是出名残忍的, 导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佬要帮阿拉伯人出头, 包括伊拉克那里, 就整了个阿拉伯的revolution, 谁去搞呢, 就是Lawrence of Arabia, 这些将来讲Jordan的时候可以更详细一点, 但是呢, 那时候英国佬通过Lawrence of Arabia, 就说, 给所有阿拉伯国家自己独立的, 不过在暗地, 英国和法国签了一张, 叫Sky-Picot Agreement, 就将这个地区分猪肉, 分到什么埃及一向都英国, 跟着就是Jordan, 跟着Iraq, 跟着Iran, 就是这些英国的势力, 那法国佬呢, 就土耳其的南部, 敘利亚和黎巴联, 那就是没有履行他的独立, 直到192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 英国托管呢, 就做了一个, 是否叫做, 怪女呢, Pivot, 怪女, 就是这个叫做, 菲叔伊宾 Hussein, 去管理, 就将那个地区分开两角, 一个叫Trans Jordan, 一个叫做British Man Dei Erab,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英国为了要阻止这个德国佬领的油田, 于是又进回来, 佔领了伊拉克, 直到1958年, 直到战后才被他独立, 到1958年成立了那个Republic, 那时候呢, 就是那个回教国家, 就统在一起, 就希望是做一个联合王国, 但是没有成功的, 那接下来就是六日战争, 就要打以色列, 那又不成功的, 他有份, 但是就死人了, 到1973年, 制多切都不行, 到1979年, 就有一个人出现了, 这个Satam Hussein, Satam Hussein就是一个, 叫做Bath Party的头来的, 通过种种手段, 就夺了位, 很奇怪, 他是Sunni的, 当然了, 他是很残忍, 他要打伊朗,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抢石油, 另一个原因是, 想做宗教的霸主, 但是很稀不稀呢, 那时候伊朗已经, 是换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Komini, 联合到那个国家的力量, 一共打, 打了几年了, 打了七年了, 应该是, 死了多少人呢? 200万人, 用了200万亿, 结果是什么呢? 即是什么手段都做齊了, 即是包括用毒气, 打到那个国家没了钱了, 没了钱又怎样呢? 要抢钱, 最好抢哪里? Kovic, 大家记不记得, 开头时我们讲, Kovic其实是Messopotamia的一部分来的, 是英国老孟出来的, 因为他想要那里的石油, 所以, 你说他是不是有个legitimacy, 去拿回Kovic, 也都未必不对。 In the interim, 他亦是想做原子弹, 法国佬帮他的, 以色列走去炸了工厂, 他接下来就打Kovic, Kovic又跟着美国佬, 联合国, 打他很猛, 平民租央, 其中美国佬炸了一个防空岛, 死了一千人, 现在你去伊拉克, 是一个景点来的, 可以去参观。 第二次第二次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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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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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是2萬人,其中1萬是伊拉赫, 士兵一定不止2萬9千多, 他打完之後又沒有後著, 美國人弄到亂了, 又廢了人家的軍隊的組織, 軍隊沒有東西弄, 就走到北邊, 加上一個叫阿蓋達的組織, 阿蓋達是什麼呢? 現在是美國佬在阿富汗支持打亂佬的組織, 現在趁機再重組叫做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Great Tassiria, 即是ISIS, 開始就大件事了,搞到七國共亂, 他們是純教主義, 任何東西不是純教有關都要破壞, 例如這些神廟, Cigarette, 城門, 入廟師堂, 不斷打下來, 取都不夠用風鑽, 於是要打他, 聯合國也去, 他們自己伊拉赫人也去打, 有很多死亡, 因為這樣死了, 這就是Monsul, Monsul即是在北邊, 重要的城市, 就是現在這樣的貓樣, 一個billion都未必修復到, 這就是影響了, 那時候估計伊拉赫人每一個人會死幾個, 石鹿哥又不可以大過幾多歲便會死, 即是不可以慢慢看了, 那後果是甚麼呢, Refugee, 死為酒, 現在都沒有辦法妙結, 那美國又怎樣呢, 就這樣, 但是石油仍舊在那裡壓住, 北邊是顯航, 法國佬是Totel, 然後HP是France, 加上美國, 伊拉克以前都不是差很遠, 4100萬人也很威死窮, GDP是5000, 是我們的七分之一, Natural Disaster就是會地震, 這是能子, 我們原本去分了兩程, 第一程看南部, 第二程看北部, 因為開始時他們一直都不放北部, 因為ISIS在那裡, 看了南部, 說是2020年去看北部, 因為無得看, 到現在都無得看, 雕交森嚴, 在機場, 你不可以有旅遊車去接你, 是要坐他指定的車, 去到一個Marshering Area轉車, 因為怕你的汽車炸彈, 它無法查到那麼多, 有很多這些, 沙站, 警察, 那些警察很friendly, 槍都可以讓你玩, 他們有很多保鏢公司, 因為很多人去做生意, 那些美國佬, 所以有50間, 有一間叫Black Water, 大家記得, 殺人不用死的, 這個保鏢公司, 補了我們的會長, 食物, 這些就是例牌的東西, OK的, 沙律是很好的, 因為那些, 很漂亮的沙律, 咖啡, 吃鯉魚的, 那條河很多鯉魚, 出名的, 很好味, 猜不到很好味, 因為香港吃鯉魚不好吃的, 鯉魚是2019年死了很多, 有病, 其餘甜品, 酒店, 我們住的最多都是三星, 你可以住貴一些, 在Bagdad裏面可以住貴一些, 這個就是Tigris River, 比想像中闊很多, 大部份, 重要的建築物都很高, 現在有一個所謂Green Zone, 即是美國領事館裏面, 很嚴密的保安, 如果你要住裏面的酒店, 有五星, 但不值得, 很貴的, 這個美國領事館, 像監獄一樣, 這些主要的名勝, 這兩支劍呢, 就是打伊朗的時候, 老回來的武器融了, 這個城市, 市融, 都OK的, 這個就是阿拉伯故事, 叫什麼? 阿里巴巴四十大道的挑戰, 這個就是電視看到, 那個像被人拔下來, 現在只剩下一個圈, 這個不知為何還未拆, 但充滿子彈洞, 市內, 其實, 環境很一般的, 真是, 最美的這間, 這個就是這樣, 有一間博物館, 當然跟那些Loovah, Metropolitan, 沒得比, 都可以進去看, 他被人搶過N次, 所以現在那些門都很嚴密, 現在有錢的, 有很多捐款, 幫他修復的, 這個廳都此無此理的, 剛才講過那兩個, 現在他的鎮店之寶, 還在這裡, 那些金的電導, 有些證據, 不過是新鮮很多, 就是150AD的時候, 挖到一個電池, 電池, 這個電池可以做電導, 還有這些, 都有幾隻獸, 這間廟室人更可憐, 丁那麼大, 我們去參觀都不知多高興, 這間就是, 市內一間, 他說全世界最早的大學, 現在沒有用的了, 進去, 在山頂, 對著皇宮, 就是他在這裡, 王宮我們剛才看過, 就是在這裡, 這位人興是很鬼族的, 就是做那些浮雕那些東西, 都是很噁心的, 沒有什麼味道, 這位是綠天花, 現在被人畫到鬼馬龍, 在伊拉克的離開海岸線, 還有一個地方, 就叫做, Mesopotamia Marshes, 就是一個沼澤區, 即是想起水壺轉, 原本很大的, 是的, Satdamp Hussein, 就是沼澤區, 只剩下水壺, 他們住的那些人, 叫做Iraqi Gypsy, 就是用那些稻草建屋的, 現在都是的, 這些稻草屋裡面, 你可以去坐船, 參觀, 巴薩華就是最大的港口, 日落, Satdamp又建一間, 建一間別墅, 那些人, 這些公仔, 人家都很漂亮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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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ia, 都很漂亮, 跟它一比, 真的沒有得比, 那這間就是, 最新建的一個 Mosque, 很大, 可以有1萬5千人, 那他們,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 他們最高興地, 就是指這盞燈給我們看, 因為 we in China, 好像是一万多元 超划的 跟意大利那些超划的 也有外国的教堂 欢迎去餐馆 城市里面也是很懒 这些如果弄回是很漂亮的 我们进去一间有钱人的家 很普遍的中东城市 警察庭挺有趣的 十对九对都是祖国制造 他们卖的东西都挺自由的 有美女之类 即买即汤 甜品 这个就很好喝 石楼汁 即炸 甜品 它都有个time square 应该是厨衣最正的 这些是空间的 你里面可以坐一些火车仔终离一下 很多都很多东西去买 夜生活就没有什么了 那些人呢 人呢 超划的 但不夠伊朗 也給你拍照 樣子也不夠伊朗那麼漂亮 因為他是Semitic Arab 伊朗人是Indo-European 這個香港人 這個不是我家人 剛剛拍照的兩個小女孩很有趣 結婚 大吉利時弄得好像死人 是男人來的 是女人來的 有鬍子 不是吧 看過 茶口唇膏 黑色唇膏 黑色唇膏 好似男人 不是男人 今天樂隊 這個漂亮一點 好 就這麼多 謝謝 今天順便說 下一次說這些古老國家 9月25號 同一時間 就是講伊朗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參加